我在演何以琛的时候 背台词已经不容易 还有背很专业的台词 而且一大段的 离婚判决书一直都是伪造的 伪造文书在美国是重座 即便身家亿万 恐怕也不能免除牢与之责 如果在拍何以琛之前就来这里 那就多好 但也不晚 以后可能还会有机会